大家好,我是肖杨 今天我又请来了我的好朋友Lilin 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funded component chart 你看这个就会很明白 今后要修理,什么时候要修理 大概花费是多少 最左边是所有需要修理的内容 需要多少 那么它现在呢,还有多少年的寿命 然后呢,那么最后面呢 就是replacement cost的一个估计 如果低是多少,如果高是多少 这一行呢,这一列呢,是还有多少年寿命 那你看了这个表是不是 就很清楚以后要修理哪些内容 比如说今后一年五年 一到五年之内要修理 那么资金量比较大的 你要注意自己可能会要多付一些 either special assessment或者HOA会提高 这样把这个钱,储备的钱流出来 那么另外呢,对我们condo出价的时候 也是一个考量 因为你要把这部分钱打到condo的价格 里头去 那么今后30年这个时间范围内 如果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修理 那我也会着重跟你讲一下 就是你要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你就可以决定 哎,我是我要不要在这个重大修理之前 就把这个condo卖掉 那么这些修理就跟我无关了 今天呢,给大家把reserve study 这两张表格细节的讲了一下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觉得 看起来有这么几十页啊,很困难 但是你一旦掌握了这两页内容以后 其他的内容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你的经济呢,也可以帮助你仔细解读这些内容 关于condo的话题呢,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期 那就是几个重要的内容啊 第一个是rental cap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reserve study 第三,resale certificate 第四呢,resale certificate整个是一个package of document 我们有一期呢,讲这个document里头 主要包含哪些重要的内容啊,您是需要知道的 还有一期呢,我们专门讲物业管理费 嗯,这些就是我们讲过的主要内容 对,我觉得这些内容基本上可以帮助我们在买condo的时候 在这之前或者之后做一个很好的评测 那么我想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 希望这些内容呢,对大家有用 如果有细节的问题,或者以后有什么新情况呢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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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